你好,咱们接着讲 这一次咱们接着翻译什么呢 就是家长有一些故事 这些故事就是因为 这些家长学了 从写书的作者 他有像一个训练班一样的东西 这些家长讲自己 这些成功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在讲 他说我有一个四岁的女儿 Marine 她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孩子 困难的孩子 意思就是说 你是一个很困难的孩子 就是说这个孩子不是很容易的孩子 那么他呢 他说经常让他特别的生气 他让妈妈非常生气 有的时候 他说上星期呢 我回到家 然后发现呢 他把墙上的墙纸 他把墙纸呢 给画了 画了以后呢 他说用什么画呢 用了蜡笔 把那个墙纸给画了 那墙纸画了以后呢 妈妈就非常非常的生气 因为你这墙纸画上以后 你这个墙是真的就是很难弄 除非你换纸 你要换纸 你要整个一面墙 或者整个屋里都要换掉 它不是那么简单的 擦下去恐怕也 结果也不是很好 他用那蜡笔画了嘛 然后他说我特别的生气 特别的生气啊 然后呢 他说呢 我呢 真想使劲揍他一顿 spanking good spanking 然后他告诉他说 我呢 我告诉他的 然后我就告诉他的 然后我把他的蜡笔 就给没收了 拿走了 我告诉他要拿走他的蜡笔 我就 我确实拿走他的蜡笔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呢 他早上以后他醒了 我醒来了以后呢 他说我特别的吃惊啊 他说我几乎都要死掉了 他说我呢 醒来了以后发现 厕所 那个墙上的那个 那个瓷砖上 用他妈妈的口红 画的到处都是 他说我真的想 就是想去打他的屁股啊 真想去打他 但是呢 但是 他说我把我自己停下来了啊 我停止了 然后呢 我呢 静下来以后呢 他说我跟我女儿说 Marie 他说你是不是因为 我把你的蜡笔 给没收了以后呢 你特别的生气呢 Marie就点进头了 然后妈妈说 Marie 他说我非常非常的生气 当你呢 把墙上画的这个 把蜡笔画到墙上的时候 你知道吗 要经过很多很多的工作 才能够把它一点点搞掉 清理是非常难的 非常难 他妈妈跟他讲 他妈妈说你知道吗 他妈妈说你知道你做了些什么吗 妈妈说的 就拿了一个这个擦布 去这个 把这个 拿着给他一个擦布 然后呢 去擦这个厕所的这个 给他一个擦布 然后叫他去擦厕所的 用那个口红 抹的板 到时候都试 那个叫他去擦 对吧 并且告诉他怎么样去擦 要用水 要用肥皂去擦 教给他女儿怎么去擦 然后呢 他自己就去了 这孩子就去了 这孩子就去擦擦擦 那经过很长时间 确实是很非常的难去擦 这孩子擦了一段时间以后 告诉妈妈 你看我几乎都给擦干净了 然后呢 他妈妈说 谢谢他 说谢谢Marie 然后呢 就把这个 还给他 把他的那个过去 他没收掉的 他的那个蜡笔 还给他 并且给他的一些纸 告诉Marie 蜡笔是在纸上画的 不是在墙上画 然后呢 他说的 这个妈妈就说 这个妈妈讲的故事 这个妈妈就说了 他说我特别的自豪啊 我做了这件事 没有 自豪什么就是 他以往会打孩子的屁股的 但这次他说 他特别自豪 我没有打孩子的屁股 并且给他爸爸打电话 爸爸在上班嘛 就是给这个 给他的丈夫打电话 告诉他 他做了些什么 然后呢 从那儿为止 一个多月已经过去了 Marie呢 从来不在墙上画东西了 这是一个故事啊 非常有意思 对吧 就是本来呢 是应该恐怕要挨打的 或者是把这个 从来不允许他用蜡笔 或者是打屁股 但是他 他想起了当时 他上课 老师教育的方法 他没有这样做 然后呢 他告诉孩子 他心理想法 我非常非常的生气 这都是老师教的方法啊 咱们前面都讲过了 翻译过这个 你要教孩子知道 你的心情 然后呢 要教孩子怎么样去 去这个清理这个东西 就是你要怎么教他 怎么样去改正他的错误 这孩子也意识到啊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 去擦这个东西 他知道很难 所以下一次呢 他要特别小心 那你把他那个蜡笔 第一次拿走以后 他非常的生气 这孩子 他拿别的东西往上画 你把我蜡笔拿掉了 你打我的屁股 我用别的画 所以他这个故事 讲得非常有意思 叫你感觉到 怎么样去处理这种问题 这种问题 绝对是管用的 就是他这个 这个方法是管用的啊 对这个孩子 Marie 管用了 然后呢 再讲一个 他又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的 这是另一个人了 这另一个妈妈在讲 他说呢 有一天呢 就是说 他说我回到家 我刚回到家里呢 我刚进门 老师就打了电话了啊 老师呢 Danny Danny Danny的这个 数学老师就打了电话了 Danny老师说 嗯 老师告诉他的妈妈说 这老师说 我非常生气啊 因为什么呢 这老师告诉他 说你儿子啊 这个 作业 不写作业 Falling behind in his homework 就是说他不是 他没有 他作业都写不完 同时呢 他呢 在课堂里头呢 影响别的孩子 然后呢 他呢 这个 并且他不知道 他的timetables timetables就是说 就是做那个 咱们惩罚小九九 惩罚 惩罚的那个小九九 他不会背 然后老师告诉 他的妈妈说 你需要 对他进行 这个 discipline 咱们前面讲 discipline就是说 你要给他有 教他 教他规矩 教他在家里头 然后呢 这个 他说 我呢 打这个电话以后呢 在我的 就是 表面上 我说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你的电话 但是呢 他说我的心 在颤抖 我特别生气 就说明他特别特别生气 他说我 他说我 当时第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一定要去惩罚他 我一定 不让他看电视 一直到他学会的 这个惩罚的 这个惩罚 这个 小九九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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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呢 然后呢 并且 他要在教室里头 他的这个 行为 要好 惩罚小九九 要备好以后 我才允许他 看电视 他说我特别生气 他当时都想好了 他说 非常幸运的是什么呢 幸运的是呢 我有一段时间 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让我冷静下来 怎么冷静呢 因为 Donnie呢 一个小时以后 才回家 从学校回来 回到家以后呢 他就跟Donnie 开始有这个 开始讲话了 他说的 妈妈就说了 说 Mrs.K 给我今天打电话了 她呢 声音非常的生气 然后Donnie就说了 哦 她说 她always生气 她总是生气 她总是生气 这个事 那个事 她从来她都不高兴 她总生气 然后呢 妈妈就说了 她说 我呢 认为这是一个 非常严重的事 当我听到 这个 我接到电话 从学校来的时候 他说你呢 老师说你呢 在教室里头 这个影响别的同学 同时呢 你不知道你自己的 惩罚的这个 小九九 你 你 你不知道 然后Donnie就说了 哦 Metro 他说Metro呢 在打我 Metro呢 打我的脑袋 打我的后面 然后 他说 我就打他了 妈妈就说了 啊 你真的觉得 你非要去打他吗 非要去打他 那个 你非要去 报仇吗 他说 是啊 他说他 那个 但是他有的时候 Metro 有的时候 给我写个纸条 什么的 也听 非常可笑 但是 他总踢我的灯子 叫我回答他 妈妈就说了 哦 怪不得呀 你在教室里 作业做不完啊 Donnie就说了 我呢 这个 我认识 我知道我的那个 惩罚小九九 我能 我能记住到六 他说 我就是不知道 七和八 妈妈就说了 哦 Donnie 说的 你要不要 你在这个 如果你呢 和Donnie 不做在一起的话 会不会好 然后Donnie 就说了 I don't know 有可能 他说 我呢 可能 把我自己呢 我要那个 我可以呢 去学习 这个小九九的七和八 我会 我会的 如果我去学习的话 我会知道的 然后妈妈就 又说了 妈妈说 Mrs.K说 你应该去学她 你应该 哎 那个妈妈就说了 那咱们要不要给Mrs.K 写个信呢 Mrs.K想知道 你觉得怎么样 Donnie就点点头 Donnie就说了 妈妈就拿出了纸和笔 妈妈就先写上了 Dear Mrs.K 亲爱的Mrs.K 我呢 跟这个Donnie呢 在讨论 关于你的电话的问题 Donnie 妈妈就说了 Donnie 你想说些什么呢 你想跟Mrs.K 写下什么呢 Donnie说了 那你告诉她 我会 可不可以 把我的座位 和Metro分开 妈妈就写下来了 妈妈说 他 Donnie说了 他想要 叫你给他换座位 不要跟那个Metro 坐在一起 对不对 问Donnie Donnie说对 然后妈妈就说了 还有什么东西要写呢 然后Donnie就想 想了一会儿 然后呢 就说了 他说我会呀 把我的那个 七和八 我的那个 承法口诀呢 我把他给写下来 然后呢 我要读他 大声老读他 然后呢 妈妈就说 好了 又写下来了 并且给他读 给儿子听 说他说他要计划 去写下来 把七和八 承法口诀 给写下来 然后呢 敦促自己去学习 妈妈又问 Donnie 还有别的吗 Donnie说没有了 然后呢 妈妈就说了 说你应该说 最后呢 就说谢谢 你呢 给我 引起我们的 给我这个 引起我的注意 这是美国人的客套话 然后呢 妈妈就把 整个这个信呢 就给Donnie 又重新读了一遍 然后两个人 一起签名 在上面签上名 然后呢 送到学校 第二天就送到学校 然后呢 这个妈妈说 我知道 一定有变化 她说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呢 她说我就发现 他就 他儿子马上就 告诉他 告诉妈妈 说Mrs.K 把我的座给 给我的变了 把我座给变了 然后呢 Mrs.K 今天一天 非常的高兴 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吗 Donnie说 Mrs.K Never高兴 Always 生气 这次呢 Mrs.K 非常高兴 她说的 然后呢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这个故事呢 在这故事里头呢 你又听到了一个东西 就是说 这个家长本来就特别生气 就是因为接到 接到老师的那个 电话了嘛 对吧 就说她儿子 在课堂里捣乱 然后呢 不好好 学数学 作业品不完 然后呢 小九九 不会背 妈妈非常生气 当时特别想去惩罚她 最后呢 她选择了 不去惩罚她 并且呢 用这个老师的方法 给写下来 就是你记得 还前面讲过吗 可以跟这个孩子呢 在一起商量 讨论出一种方法 写在纸上 签上名 这个方法 在这上面是管用的 对吧 在这里头看出来了 管用 那下一个 还有一个故事 她说这个故事呢 是一个妈妈讲的 这个妈妈 第一次上这个课的时候 就是上这个 心理学家老师的课的时候 她非常非常的生气 就是 她特别生气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她孩子 特别特别的生气 生气她的孩子 然后呢 她这个到第四 听了四个讲座以后呢 这个家长呢 这个妈妈就讲了 她自己的故事啊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当然这个故事 也是很成功的一个故事啊 这个 这个妈妈就讲了 她说我从来就不相信 任何方法能够适合于我的孩子 她的孩子名字就 Van 就Van呢 她说Van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倔强 并且不听管理 这个 她只认你去惩罚她的一个孩子 她说她儿子 你只能惩罚她 没有别的方法 又倔又不听话 又难管理 只能惩罚 她认为 她不相信任何方法能够 解决她儿子的方法 就是她已经 她说的上一个星期呢 她说我呢 她说我的邻居告诉我 你儿子 自己 从这个非常忙的这个路上窜过 窜过横窜的时候 这种横窜 是不允许的 就是违法的横窜 她说你儿子就横窜 然后呢 这个妈妈说这是上星期的事 那么妈妈呢 她说我已经做了所有我应该 我能做的事 她说我拿 我已经拿走了她的自行车 已经不让她看电视 已经拿走了她的零花钱 就是每个月 美国孩子有的时候 家长每个星期啊 给她几块钱花 她说我已经把她的零花钱 全都拿走了 她说还剩下什么东西 我能做呢 就是没有办法 她妈妈觉得 我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该做的我全做了 她说的我呢 实在是真的没有办法 她说我真的就是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我决定了 我去试一下 这老师教给的这个 上课的时候 教给的方法 她说我看看这个 她说我实在是想不出任何方法了 然后呢 她按照老师的方法进行了 她然后呢 她回到家呢 她就说她给Van Van是她的儿子 她说我们呢 现在有一个问题 她说这是我告诉你 我怎么敢对这个问题的感觉 她说我呢 她说你是不是想去 从这个马路的这一旁 走到那一旁 在没有人 告诉家长的情况下 你自己想去 是不是 你自己想从马路上过去 是不是 你不用 你不想告诉别人 这孩子点点头说 是 妈妈说 这是我告诉你 我怎么 对这件事 怎么的感觉 她说我特别担心 因为你只有六岁 你是一个六岁的男孩 你过这个马路呢 这个马路是经常发生 这个交通事故 非常的危险 我非常担心 你一个人 六岁的孩子过马路 这是妈妈说的 妈妈接着给她讲了 这个是开始运用老师的方法 前面先讲 我非常担心 我非常担心 要讲出你妈妈的感觉 妈妈的感情 刚才她讲过了 对吧 下一个她就讲了 她说 现在呢 她说 这个问题呢 出现了问题了 我们这个有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需要 solution 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她妈妈就跟她说了 想一想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告诉她儿子 然后呢 吃饭的时候 晚饭的时候 咱们去讨论这个问题 她说 晚上呢 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 马上就 就要跟妈妈说话 马上她就 张开嘴唾 就要说 妈妈说什么呢 妈妈说 不是现在 她说 这个问题 非常的严重的问题 这个呢 是 我的 希望咱们两个人一起 都需要时间 就是你也需要时间想 我也需要时间想 我们都去想一想 等着爸爸回家了以后呢 咱们吃饭的时候 吃完饭以后呢 咱们再一起讲这个问题 在爸爸的眼前讲 你看这个问题很严重吧 这问题开始严重了 对吧 你现在想跟我讲 我不跟你讲 你需要时间考虑 我也需要时间考虑 并且要在爸爸的眼前讲 当然 好像这个爸爸在家里 这个是很 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 很重要的啊 很尊重他爸爸 爸爸 在关键的时刻呢 叫爸爸去 去听这个 然后呢 就是那天晚上呢 这个妈妈说的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告诉她的 她说她告诉她的丈夫啊 说你只听 你不要说话 你只听 然后呢 这个大戏就开始了 Van就 吃饭的时候 把手洗好 坐在桌旁 这个爸爸就坐在 也坐在桌旁 然后呢 这个Van就 非常兴致勃勃地说了 他说我已经找到 solution了 我已经找到 解决办法的方法了 我已经找到 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说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他说每天晚上的时候呢 当爸爸回到家的时候 我们俩一起 到那个地方 有路灯那个地方 然后呢 就是交通 交通信号灯的地方 我叫爸爸 每天教我 怎么去看这个灯 灯是什么意思 在什么情况下 我可以过马路 爸爸教我每个灯 是干什么的 这样的话呢 这个 这样的话 等到我七岁的时候 然后 当我七岁的时候 我就自己可以过马路了 就不用你们了 他 你可以看到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 就想自己过马路 他就是想 不让大人去管他 他觉得自己是 big boy 他自己要去过马路 他自己就解决出 这个办法了 他说 你看 我 每天叫爸爸去教我 怎么去认识 这个交通 交通这个信号灯 然后呢 每天教我 等到我 现在我六岁 等我七岁的时候 我就自己可以过马路了 你看这个办法起的 就想的多好 他说 这个妈妈就讲 他说 我的丈夫 差点从这个 凳子上摔到下面去 意思就是说 他都不敢相信 他儿子怎么想出 这么好的方法 他说最后的结果 就是他和他丈夫呢 最后的这个结论 就是什么呢 他说我们都 低估了我们孩子 他们一开始呢 这个你听这个故事 开始讲的就是什么呢 一开始的时候 这妈妈就说 这个孩子实在 就是简直就是 不可救药 这么一个 六岁的孩子 就是特别的倔强 然后从来也不听话 非常难拐 就是他 好像没有什么希望 从他表面上看 从一开始看 但是后来 他用老师这个方法以后呢 两个人呢 这个方法 就是跟孩子一起 去商量这件事情 坐在一起 没有去 因为他前面讲过 他已经使劲了 所有的方法 不让看电视 把你自行车拿走 不让你这个 不让你那个 全都拿走的 不让你把你零花钱拿走 什么都不管用 这说明这件事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 做这个事 那么这个方法很管用 你看叫他想 这孩子自己想 所以说呢 你看他这个 他想出了以后 他发现 哦 我们真的低估我们的孩子了 你看 我们孩子这么聪明 这么能干 这个方法呢 让你 这个方法 最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说让孩子 有一个时间 去思考 你叫他去说 你别说 你回去思考一下 想出解决的方法 这个多么好 多聪明 对吧 你看 叫孩子有个时间 去就得思考 否则你就打他了 骂他了 绝对没用的 你看你给孩子 思考以后呢 你才发现 你让孩子一个机会 你才发现 哇我的孩子真厉害 好厉害呀 还能想出 六岁的孩子 想出这么高级的 这个 这么这么 这么好的方法 所以说 这个 这个 心理学家这些方法 真的很好 所以说你可以看出来 真的打骂孩子 真的不管用 要用正确的方法解决 然后再 咱们再讲下一个 下一个故事 还有一个故事 Nicky 十岁 她说呢 这个 有一天呢 这个妈妈呢 正在做饭 着急做饭 做完饭 她妈妈要出去 然后呢 Nicky呢 回到家呢 就告诉妈妈 我教课书 三本书 我全都丢了 没有了 我全都没了 然后呢 这个 学校呢 告诉我 就叫我送九块钱 给学校 就说把作业 把这个书给丢了 丢了以后呢 学校就惩罚她 要叫她交九块钱 那么 这个妈妈呢 说我 这个妈妈正在做饭 着急做饭嘛 做完饭以后 她要出去的 特别生气 特别生气 她说我 我特别的生气啊 她说我 我特别想去 去这个 打她的屁股啊 去 去惩罚她 打她儿子啊 她说我特别特别想去 然后呢 她就说了 她说我呢 因为上这个课了嘛 这些家长 都是上这个 心理学教授的 这个课 她说我就控制住 我自己了 然后呢 但是我特别生气 我就告诉孩子 我心里想的 她说我 非常非常生气 她跟他 你还记得那个 前面讲过吗 她说的 你要讲出自己的 感觉 你要告诉孩子 你心里真正的怎么想 她说我非常非常的生气 我非常生气 她说呢 我 我呢 I'm going to explode it explode it 她说我就要爆炸了 我 我特别特别生气 我要爆炸了 我特别生气 你 你这个 你 你这些 你做这个事 为什么呢 你把书丢了 对吧 你作业 你不能写 我还要去 给学校打电话 因为作业 有的时候是在 怕你丢了嘛 老师 给你放在这个 学校的有一个 电话录音里头 她说我还要去 听老师的电话录音 我要把你的作业 给抄下来 因为我还要出去 我还有急事 要出去 说我特别特别生气 我都要 开锅了 boiling 我特别生气 她说我特别的生气 然后呢 她说当我呢 她这个 这个妈妈 当然就特别生气 就说我生气 我生气 一个字 收的生气 各种各样的词汇 不同 变换词汇 就是我自己特别生气 你看我 我本来要出去的话 你现在你看 你又 搞这些东西 我还要弄你的作业 从电话里抄你的作业 我把我事都耽误了 然后呢 她说我停止了 这个大喊大叫 以后呢 她说 诶 我那个小孩呢 就把门缝 给 这个 给打开了 当然呢 吓得要命嘛 这孩子吓得 然后呢 Nikki就说了 妈妈 她说我 对不起啊 她说I'm sorry 她说你呢 也不要去 把那给学校九块钱了 我呢 有我的零用钱 用我的零用钱 把你九块钱 给你补上吧 然后呢 妈妈一听这个话以后呢 她说 我说我这个嘴巴 就笑开了 就跌开嘴笑 她说我 从来都没有这么 跌开嘴笑过 她说我这 我笑 我知道 我也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她说你看我 当我生气的时候啊 我孩子呢 马上 她说 我孩子马上就 就 心疼我了 就来关心我 看到我的这个生气呢 就来安慰我 她说我从此以后呢 我就知道了 我永远以后啊 再也不对孩子 这么快的发火 因为她这个 她发火了嘛 对吧 她对她孩子发火了 她发火了以后 她发现的孩子呢 还是很 关心妈妈的感觉 没有说 哎呀你 发火 发火 发火吧 就她发现这个 把这个自己的感觉 告诉了孩子以后呢 孩子马上就 就就就说 妈妈 我so sorry 你不要去花那九块钱 我用我的那个零花钱 来给补上 她感觉到这孩子 对她的关爱 就是说 她也发现 她以后她再也不要 也不能这么对孩子 发火这么快 这么狠的发火 对吧 她说以后我再也不这样 所以说 彼此都在学习啊 说实在的 就是说 做家长的 实际上每个孩子呢 都在成长过程里头啊 都是小孩子嘛 孩子本身成长的过程呢 除了她身体在成长的 她的这个 她的对社会的意识啊 对自己碰到了问题以后 怎么解决问题啊 怎么去处理问题啊 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所以说 家长呢 要给她一个机会去学习 同时呢 家长也是在 从这个 你看你这孩子刚生下来啊 一直到孩子长大 一直到她成年 一直到她成年了以后 自己有了家庭 就是说 家长也在学着 怎么去做家长 就是甚至你孩子都结婚了啊 都有自己的家 你做家长的呢 还在学习 怎么样去做一个家长 怎么样做一个成年人的家长 怎么样去做一个 幼儿啊 还有一个这个 中年孩子 就是这个 Teenager 十几岁孩子的家长 这都是要学习的 对吧 你看 不光孩子学习 家长在学习 就是说 如果孩子和家长 一起学习呢 那整个这个就是 让孩子成长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 经历 这个经历 是一个美好的经历啊 如果 就是说 没弄好的话 这个经历 是非常糟糕的 本身 本来都是一家人 搞的呢 孩子也不是孩子了 家长也不是 也不是家长 也不是好家长 孩子也不是好孩子 所以说呢 这本书呢 真的很好 所以我非常 希望大家都去 听一听这个 如果你没有时间 去读这本书 有时间 当然最好 你自己去读 没有时间就听了 唠叨唠叨啊 希望大家都 学到一点东西 我是觉得 我在学习 我虽然我们家的孩子 都已经不在家 都长大了 但是我还是在学 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帮助我的 它实际上 不光帮助你家长 关于孩子和家长 它同时也帮助你 怎么样去 跟这个成年人 或者你的同事啊 和你的这个老板 怎么样去交往 怎么去说话 这个都是有帮助的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儿 下一次呢 咱们接着讲 我接着读 读完了以后呢 给大家 下一步 进一步的翻译 翻译新的东西 好了 谢谢大家